中日韩领袖峰会27号将在韩国首尔举行 三位领袖在26号也分别进行了会前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的双边会谈 外界是猜测除了对领土还有历史等遗留问题之外 日本也将对台海和平稳定来表达立场 而另外在三国领袖会谈时 可能会跳过地缘政治问题 转为来解决贸易 稳定供应链和旅游免签问题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缓缓地走下专机 准备展开中日韩领袖峰会两天一夜的行程 这场三国领袖峰会是2019年以后 魁为四年半首次举办 越界27号正式举行三国领袖峰会前 26号会各自举办双边会谈 三国国的協力方向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与中国总理李强会谈 外界猜测日本除了对双方包括领土历史等遗留问题 也会对中国在台湾周围举行军演表达日本立场 期盼中国能透过和平对话解决台湾相关问题 也希望再度确认推动扩大日中双方共同利益的战略互惠关系 而在日韩双边会议上 岸田首相则是期待在明年两国邦交正常化60周年时 签署符合时代趋势的合作协议 推动改善双方关系 并且进一步强化领袖跟部长级的意见沟通 对于27号的中日韩领袖会议 美联社分析 三人可能会避开北韩 台海 南海等地缘政治问题 针对贸易 健康问题 技术 气候变迁 人文交流跟灾难应变等六大方向 协议具体合作事项 法新社也分析日韩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也拉大了中日韩的政治立场差异 特别是在北韩的核威胁 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密切 存在明显分歧 因此几乎不可能形成共识 越界峰会后也会发布共同宣言 各位新闻 陈胜兵 订阅 ory 订阅